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央办公厅主任丁学祥以及中共广东省委书记李希 下面我简要介绍一下新常委的主要成员 我们先说李强 今年早些时上海封城两月 在当时看来这可能会毁掉中共在上海的领导人李强的政治生涯 居民被关在家里或条件恶劣的隔离中心里 难以获取使务和穿着白色防护服的警察对抗 尽管如此 现年63岁的李强自始至终得到了习近平的支持 周日李强以中国第二位高官的位置出现在人民大会堂 地位仅次于习近平 李强的排名将使他可能在明年的三月成为中国的新总理 与李强晋升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习近平在2020年初将湖北省两名高官撤职 此前新冠病毒在武汉首次出现 导致该市封城长达11周 李强在上海以南的富裕省份 则将长大 并一步步进入省级官僚机构工作 习近平从2002年到2007年担任浙江省委书记 身为省委秘书党的李强 事业开始腾飞 习近平在2012年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 两个月后 任命李强为浙江省省长 三年后他提拔李强 将他任命为浙江省委书记 那里是富裕的工业中心 2017年有任命李强为上海市委书记 传统上这两个职位是进入政治局常委的跳板 李强与浙江江苏和上海的跨国公司的高管 和中国商业领袖联系密切 但他没有在北京工作过 没有在国务院和国务院下设的数十个政府部门 担任过领导职务 接下来我们再说说王沪林 王沪林有可能声望最高政治协商机构的负责任 在习派人马取代了四名高级官员的大规模幻届中 他的流论显得尤为突出 这表明在使习近平不断增长的权力合法化的问题上 王沪林已经并将继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习近平将开始打破先例的第三个任期 甚至可能掌权终身 上世纪九十年代 王沪林有前国家主席江泽民 从上海复旦大学亲自提拔 他的政治生涯漫长 先后担任江泽民和两位继任者的意识形态顾问 2017年在习近平第二个任期内 王沪林升至政治局常委 这是中国政治级别最高的机构 与许多官僚不同 王沪林在党内升迁之路上 没有积累多少智力的经验 他是科班出身的学者 以理论家的身份声名鹤起 将马克思 孔子和党最高领导人的思想 化为易于言表的中文口号 他帮助撰写了许多被受瞩目的文件和讲话 他在中国最近三位领导人标志性的口号中 都留下了自己的印记 最近一次是中国梦 也就是中国将在习近平英明领导下 进入一个主导全球的新时代 在习近平执政期间 王沪林在政策制定方面扮演了核心的角色 他曾在控制广大社会部门的委员会中 担任领导职务 包括宣传 教育 网络安全 和法律改革 他不再只是一个理论家 胡福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马特约翰逊说 王沪林一直都是一切的中心 尽管王沪林与习近平来自不同的政治派别 但现在他们的想法似乎是一致的 这位学者的崛起 与习近平不当扩大的强硬议程同步 那就是对西方思想和影响力的日益怀疑 对互联网自由的限制 以及对党诠释了中国传统价值观的复兴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 王沪林帮助推行一种被称为新权威主义的理论 也就是像中国这样贫穷的大国 在推动市场改革的同时 需要强能统治来维持秩序 这一思想后来成为中国模式的基础 习近平如今将这种国家控制的资本主义制度 极力吹捧为中国标志性的成就之一 而在最近 王沪林围绕着习近平来天命所系的理念 帮助塑造党的措辞 这些构想帮助并怂恿习近平认为 他有理由继续掌权 新西兰汉学家白杰明说 他促成的习近平在未来二三十年 对中共得统治 最后我们再说说丁学祥 从履历上看 与其他一些竞争者相比 丁学祥似乎不太可能成为候选人 他从来没有领导过一个省份 无论是作为党委书记还是省长 他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个幕后的技术官僚 包括最近的中共中央委员会办公厅主任一职 该委员会由大约两百名党的高级官员组成 这一职务具有浓厚的行政色彩 有人将丁学祥比喻为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的幕僚长 恰恰是这种与习近平关系很近 成为了丁学祥的优势 随着习近平试图清洗政敌 拉拢盟友 忠诚度成为晋升的关键 同时担任习近平秘书的丁学祥被认为是这位领导人最可靠的支持者之一 上个月习近平出访哈萨克斯坦和乌治别克斯坦 丁学祥全程陪同 丁还在2015年与习近平一起前往华盛顿 习近平在国内走动 也会有他陪同 丁学祥被普遍认为是中共国家安全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随着习近平更加防范国内外的威胁 这个秘密机构的影响力已经越来越大 丁学祥与习近平的关系可以追溯到2007年 当时习近平曾胆战的担任上海市委书记 丁学祥则长期担任上海市委官员 丁学祥于2013年前往北京进入中共中央办公厅工作 并从2017年成为该部门领导人 那一年他进入了由25名成员组成的政治局 尽管五年前他只是规模大了多的中央委员会的候补委员 一些人认为这一晋升表明他受到了习近平的青睐 60岁的丁学祥是最年轻的常委会成员 但许多分析人士说由于缺乏省级领导的经验 他不太可能成为习近平的记论者 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于习近平 他很可能是鱼和熊掌兼得的最佳人选 忠诚但不具有威胁性 日本媒体人士板明夫先生分析说 习家军揽阔了所有的位置 可以说是一场大胜 习派的主要竞争对手 共青团派遭到了团灭 主帅李克强和副帅王阳都被迫出局 储君胡春华失去了政治局常委的位置 太上皇胡锦涛则被人强行架出了会场 士板明夫说这个政势啊 就有点像1976年华国锋发动政变 打倒四能帮时差不多完全不给对手一点余地 已经很多年没有看到如此明火执杖的权力斗争了 令人叹息的是胡锦涛被带离会场时 坐在主席台上他当年的旧部门各个震惊危作 目不协事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竟然没有一个人去关心一下 士板明夫提到按照中共的老规矩 下一步自然是清洗团派的余党 估计又是一场腥风斜雨了 胡锦涛恐怕很难再有机会在公众的面前露面了 另外新团队所有的成员都是党务干部出身 而且没有任何一个人在国务院工作过 中国经济形势如此严峻 想靠这么一个外行团队来解决问题拯救经济 简直是异象天开 士板明夫认为这些干部之所以得到提拔 纯粹因为和习近平的裙带关系 以及对习的忠诚 而不是靠政绩 如果不出意外 中国经济明年会更差 后年会还会差 有在中国投资或者做生意的朋友 可能需要及早做准备 共青团这一次遭到团灭 在某种意义上讲 等于中共政权内改革派国际协调派全面溃败 中国共产党已经丧失了自我纠错的能力 期待共产党内部改革已经不可能了 邓小平主导的改革开放的红利 已经渐渐被习近平团队挥霍一空 大家只有看着总加速师继续狂踩油门 带着中国奔向贫困 闭关锁国和专制的未来 说了习家军的主要成员和对他们的评价 如何看待李克强和汪洋的出局呢 由着习折腾去吧 已经成为中共党内对习所作所为的共识 中共政治局常委人选和人数 都只会依照习个人的好物 明知习的疯狂会在二十大上变本加厉 唯我独争 趁党内换届之际主动要求躺平 也是李克强和汪洋从个人角度来说 最不坏的选择 在中共二十大投票选举中央委员之前 时评人高兴就撞文分析 二十大上即使有好几位与李克强统领 甚至连绵骚掌于他的 现任政治局委员因为所谓事业的需要 而继续流论和生子 李克强本能主动向习近平申请退出 可能性应该是百分之百 要知道李克强已经连续认满了 三届中央政治局常委 如果再安排第四届政治局常委的话 党内只有一个先例 那就是胡锦涛 即使习近平表示出 让李克强继续流论政治局常委 为其陪跑第四届议员 还有一个李克强敢不敢流 和愿不愿意流的问题 同样汪洋已经连论了三届中共领导人 中共十七届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常委 兼全国政协主席 所以即使习近平挽留 他自己也应该失像一点 用官方宣传的说法叫高峰亮节 高兴说即使已经在中共党内 彻底实现了唯我独争 定语一尊的习近平 果真恢复了党主席制 我要说基于政治犒赏的需要 把政治局常委会扩编 甚至把政治局和常委会 搞成偶数字的可能性都是存在的 均不见包括退休元老在内的 整个中共的内部 对习近平的态度已经达成了 由他去折腾吧的共识 在这样的前提下 无论是李克强还是汪洋 他们两人的名字 如果出现在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的名单 也并非所谓的反习派的胜利成果 而这应该是被看成遭受到了习近平的政治裹挟 被迫陪跑 而他们两人若是被宣布退休的话 则可以认为是如他们自己所愿 他们二人应该是十九届中央政治局七名常委中唯一的亲行者 按照习近平眼下的这个折腾法 李克强也好汪洋也好 都应该明白急流勇退 是否不是祸 中上所述 习近平已经毫无顾忌的将中共常委换成了自己的亲信和效忠者 他已经没有任何侧准完全可以实现他的自国理想 但中国经济已经严重下行 急需人能排忧解难 但习近平根本不在意 或许他认为中国人穷一点可以更好的管理 习近平现在就像一个没有刹车的汽车 奔驰在高速公路上 结局如何大家都知道 李克强汪洋的躺平 未必是坏事 只是习近平会放过他们吗 上山容易 下山可就难了 胡锦涛扶习近平上马 本以为习近平会感恩 但却遭入了最大的羞辱 但习近平将所有人都得罪玩 身边又没有治国能成 这样的中共领导人 不傻极蠢 好 各位观众朋友 今天的节目到此 感谢您的收看 此次 大家 请不吝点赞核心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